炎炎夏日又是蚊子大军随时出没扰人 专门制造皮肤红豆兵不舒服的季节 高雄登革热疫情在去年不断有新增案例 湿热一来民众就得当心 被蚊子叮咬不但会皮肤发痒红肿 登革热病例传播也跟着蠢蠢欲动 高雄市卫生局最新发布登革热确诊病例 是一名20岁的印尼籍女移工 她在6月7号晚间从桃园机场入境 住进集中检疫所后第三天 出现了发烧全身酸痛症状 最后确诊为高雄市第七例登革热 境外移入个案 要驱蚊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盆防蚊液 以市售防蚊液来看 还有迪臂的会在皮肤形成保护膜 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自然不会靠近 派卡瑞丁价格高一些 但浓度太高容易导致过敏 IR3535比较温和 但台湾不容易买到 使用防蚊用品还是有一定条件和限制 6岁以下也不建议使用 医师建议皮肤敏感族群使用防蚊产品 使用前务必要测试一下 适量涂抹安全使用 能有效趋纹 也不会导致皮肤不适的反效果 记者卢一红 李婉婷 台北报导